字幕 bring Supreme Gro juntos 上次最後我們談到了成本函數的 有關於homogeneous function的成本函數 譬如說 production function 是 production function 它在 long run, the average cost of t beta x 4等於t的e減k次方 k減1次方還是 1減k次方的long run的average cost of x 這是我們上次有得到其中一個結果 我們透過這一條式子 我們得到了當k要是大於 k等於1的時候 當然這裡注意到t k等於1的時候t是隨便都可以 long run的average cost t beta x 會等於long run的average cost of x 就是for all t大於0 任何的 k等於1的時候 pomogeneous of degree 1 這是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固定規模報酬 那我們可以知道它的long run的 長期的平行成本是固定的 我想這個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你兩倍的把一個場 capital跟labor都duplicate 變成兩個場 你的output也是兩倍 所以單位成本不會動 這個是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那k大於1的時候 就是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homogeneous of degree k大於1 是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這個long run的average cost 這個1減大於1的話 變成負的 就等於說t是跑到分 t的幾次方跑到分母去的 不管t的幾次方 只要是t大於1的話 那個數字還是大於1 跑到分母去就等於說 是除以一個大於1的數目 所以這個t倍的kx會小於long run average cost of 1倍的x 當這個t大於1的時候 就是你規模放大了 那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是你規模越大 你效率越高 就是你兩倍的input 你可以得到大於兩倍的output 所以我想直接上也可以想像 它的平行成本應該是 應該是低減的 那在這個背後 我們經歷史方形背後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 當有一個input是 我們說economic efficient 就它會 這個廠商會選擇這一個 labor跟capital的combination 那這一個combination 你把它乘上t倍 就是你 我們說這個是某一個output 當你廠商選擇的這一個input 它是economic efficient 那在這個比例 維持這個相同的比例 它的一定也是economic efficient 比如說在這個固定的k 除以l的比例之下 它的mrts都是一樣的 所以只要你這個w除以r 沒有動的話 它的economic efficient的點 一定在這條線上面 或者是反過來講 就是它的expansion path 這是生產擴張線 是直線 所以我們很容易可以想像說 當我要生產 當我生產某一個 當我用某一個l1k1 來生產某一個output 那我所要 我不用擔心說 我需要用到其他的比例的組合 我就依舊維持這個組合的比例 那唯一要擔心是說 我到底要用多少倍的 例如說這個是一倍 這到底要多少倍的 假如是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它不需要 你要生產兩倍的output 你不需要用到兩倍的input 就是這個比例 還是維持著固定的比例 但是你要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的話 你不需要用 你要兩倍的output 一個x 兩倍的x 那這一個不需要到兩倍的l1 兩倍的k1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是 你要生產兩倍的output 就是兩倍的l1k1 而且比例是固定的 這個是 這個是homogeneous function的一個特性 那這個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什麼 會濃讓average cost 遞解 我們上次有提到這個名稱 我們給它名稱叫economy of scale 規模經濟 那我們知道規模經濟是成本函數的特性 而且是長期平均成本的特性 這是economic scale 當k小於1的時候 shall decrease in return to scale long round的這個小於1 1減到小於1的 這是正數 那t 這個正數 而且當然這個是小於1 那t的不管你只要正的次數方 上面只要是正的話 1的有開根號也好 大於1的開根號 還是大於1 所以long round的average cost 它是大於 它是等於一個大於1乘上long round average cost of x 所以會大於long round average cost of x 就是比較消 比較沒有什麼 比較沒有效率 就是你要生產2倍的output 你可能需要3倍的input 那當然成本是3倍 但是你output是2倍 那平均成本就1.5倍 所以這個是遞增的 這個是 這個也是一樣t大於0 大於1 只要認可的output 大於這個output 你所需要的平均成本 就是大於1倍的output的平均成本 所以這個叫做 this economy of scale 規模不經濟 那這個我上次也提到 k等於1的時候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是constant non-long average cost 這也是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這裡沒有寫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可以觀察到 假如homogeneous function的話 它平均成本曲線取決於 它原來用的這個技術的背後的性質 到底是homogeneous degree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畫一下 那幾個情況就是 k等於1的情況 我們畫它的cost curve 這是output 我想知道它的cost curve 我知道long-long average cost是直線 而且水平的 當我們發現到說long-long average cost 是水平的話 那我們可以知道long-long marginal cost 會長什麼樣子 或者是我們甚至從那裡可以畫出它的 long-long total cost 直線 斜率就是這個 從原點出來 斜率 注意到這個我們不應該講斜率 應該long-long average cost 是割線的斜率 是從這一點我們這樣除的 例如說在這裡x1好了 這個是long-long total cost of x1 那long-long average cost 這一個 它實際上就等於 這個long-long total cost of x1 除於x1 就這一個除上這一個 那實際上就是也是 因為這下線直線嘛 所以這個long-long average cost 不但這個斜度 不但是long-long total cost average cost of x 它本來斜率就是等於 long-long marginal cost of x 這個是在這裡的話 實際上會等於 long-long total cost of x1 這是其中一個點 不只這個點 所有點都是一樣 所以水平的 當你看到平均值是固定 我們今天一直講 平均值跟變計值的關係 平均值固定的時候 變計值跟平均值要相等 所以它等於long-long marginal cost of x 所以我們前面一直在講說 我們想知道 短期的時候成本曲線取決於生產 也是一樣取決於生產函數 但是那個marginal cost 跟marginal return是有關係的 我們前面也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constant marginal return 得到的是 constant marginal cost increasing marginal return increasing marginal physical product 得到的是 decreasing the show-run marginal cost 這個短期的成本曲線 取決於我們叫編輯報酬 長期的 我們今天在這方面 你看長期的成本曲線 我們看主要 我們短期的時候是看marginal cost 長期的時候 我們討論的 based on平均成本的討論 那平均成本我們是 你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從return to scale 得到economic scale 或dis-economic scale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就是固定的long-long average cost 所以我們從 在長期的時候 我們是從平均成本那邊 找出編輯成本來 我們從return to scale 來討論average cost 從而來看看這個 total cost長什麼樣子 然後也可以得到 long-long margin cost長什麼樣子 這是k等於1的時候 那k大於1 k等於1其實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畫它的 畫到這邊好了 k等於1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k等於1它的 它的iso-quant 是 你說這是某一個x 這是L1 K1 你把它變兩倍 這裡兩個距離 再量一個我來 兩倍 這是Lx 這是兩倍的L1 兩倍的k1 然後再一次 這三倍的x 你看到這個等高線 是很even 很平均的 或者是這裡 取一半好了 0.5x 這個取一半 1.5x 這再取一半 2.5x 有時候這等高線是非常的 很平均的 就這樣子 往上那樣增加 然後在這上面的每一個點 在這條直線上面每一個點 它的mrs都是一樣的 mrs都是一樣的 或者是 你隨便再找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一樣 這每一個地方的點 都是一樣 這切線都是一樣 這畫得有點不太好 就是這個 在這線上面 每一個 也就是它的expansion path 都是每一條直線 或者是我們這樣看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3 dimension的一個圖 L K 還有另外一個 跟黑板垂直的 是output x 這個只是把這個這樣一切以後 這樣投下來的 這個等高線 或者是我們把這個圖 我們放在這個教室來看好了 我們說這個是L 這邊是L 原點在那個角 這個黑板是L 那邊的窗戶是K capital 那我切 這次切 我們以前切都是 橫切 直切或重切 都是這樣切或這樣切或水平切 但現在我們斜的切 從那個角落 從那個角落我們這樣斜的往上切 就斜的切一道 跟切蛋糕一樣這樣 斜的蛋糕一般都不會 比較少人 重切橫切 那個我們斜的切 斜的一切 你從蹲在那個圓點的地方 往上面看 它的這條 切完以後這條線什麼 那個concent return to scale 這條線就是直線 就往直線直直直的往上 它的速度是很平穩的 一步一步的往上增加 然後這一切以後 你看到這個立體的圖 它是 它被你切出來 這一個圖的一個切面 那看的話它是一條直線一直往上 就是concent return to scale 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看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我們先畫它的iso-quant好了 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的iso-quant 我們一樣的 我們先畫它的比例好了 先畫第一條 好 這是x 我們說是L1 K1是某一個生產x 在某一個W除以R之下的 economic efficient的點 其實MIS是等於這個協力 這是1倍的 好 我們要生產2倍的opper 我們不需要到2倍的L1 可能例如說我們1.8倍的 這只是舉個例子 然後1.8倍的K1 我就可以生產2倍的x 接下來這個 2.7好了 來過來 還不到3 2.7左右 就這個距離越來越短 這裡是2.7L1 這只是舉個例子 然後2.7的K1 我可以生產3倍的x 然後以此類推 這個是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短於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又短於這個距離 然後這個距離又短於這個距離 然後這個距離又短於這個距離 越來越窄 4x 5x更窄 這等高線是 從剛開始很疏 越來越密 越來越密 這是increation return to scale 而且在這個點上面 這斜例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切的時候 從那個角落這樣一切 切一刀 就用刀怎樣一切 是直線一切 你所看到這個 這個要用的這些點 就看的時候 它長什麼樣子 等高線是這樣子 要由登山社同學來知道 等高線越密怎麼樣 爬的波子越陡 所以這個一切以後 它那個線是 這條切完的線是這個樣子 往上增加 就是沿著這條線看的話 它是這樣子 是convex的情況 爬得很快 爬得很快的樣子 這是increation return to scale 那它的cost curve 我們知道它的 那個long run的average cost 剛剛講是低減的 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long run的total cost 我們上次有問同學了 是應該怎麼樣 它是递真沒有錯 那递真是不是在減緩 緩緩的 這樣子 因為我們上次看到了 long run average cost 遞減是什麼 割線的斜率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但是每一點 X1 X2 X3 你看這個比 這個除上這個 這個除上這個 就是它這個斜度 割線的斜率是越來越小 long run average cost 是 是 遞減的時候 long run total cost 是concave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看 我們看x1好了 再把它畫深一點 這是x1的 這個斜率是 long run的 average cost at x1 在這裡 它的marginal cost 這一點的切線 在這裡 哪一個比較陡 這個是割線 這個是切線 哪一個比較陡 割線比較陡 對不對 這條線比較陡 切線的斜率 這個斜率是 long run的 marginal cost of x1 在這一點 這是 long run total cost 它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這個的斜度 是long run average cost 這個的斜度 是long run average cost of x1 所以我們再把它畫到這邊 這是x1 這裡是 long run average cost of x1 在這裡 long run marginal cost 比這一點要低 在這裡 long run的 marginal cost of x1 所以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一樣 在這裡的時候 你看這個是 long run average cost of x2 這個斜度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切線 我畫 用黃色畫好了 這一條線是 斜率是 long run average cost of x2 然後這個切線 的斜率是 long run marginal cost of x2 然後一樣的 這個比較陡 這個比較平 它還是在下面 所以這裡是x2 然後這個是 long run average cost of x2 然後它在下面這裡 long run marginal cost of x2 所以我們可以畫出 一點在這裡 一點在這裡 我們可以畫出來 long run的marginal cost 實際上低於 long run的average cost 這個我想 所有的平均值跟邊際值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 平均值往下掉的時候 邊際值低於平均值 所以它一定是這個樣子 這是homogeneous of degree k k大於1的時候 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大概是這樣 那同樣的 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的話 我就不畫 你們自己回去嘗試著畫畫看 首先它的 這是k 首先它的isocount 這個等高線 1倍的x 2倍x3倍x 原來是越來越密 這個k大於1的時候 越來越密 現在k小於1的時候 是越來越酥 剛開始很密 然後越來越酥 越來越酥 比如說這個爬坡是爬得很慢的 這個爬坡爬得很慢 這個你這樣一切的話爬坡 就是你從這個 從原點 我們說從那個 那個教室的角落那邊往上 你這樣一切以後往上看 那條線是這個樣子的 concave 這個expansion path 這條expansion path 它是這個樣子 concave 就是我們說是凹滅 像原點 或者是凸的 很像帳篷一樣 我們一般搭的那個帳篷 那個蒙古包那個帳篷 大概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不像這個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是這個樣子 那個不是 那個 那個帳篷不會搭成那個樣子 那個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是這樣 爬的坡是比較 很像饅頭一樣這樣爬上去 是concave的形狀 那long-run average cost 怎麼樣 當然是地增嘛 這個樣子 這裡呢 是這個樣子 long-run total cost 是這樣子 convex 然後long-run marginal cost 這個地增 long-run marginal cost 就在long-run average cost上面 這個剛好顛倒過來 所以另外一個 你們自己回去當exercise 把它畫一下 那這裡都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我們在短期的成本曲線 我們畫這個好像 那個marginal cost 會這樣 類似u字型 先減後增 我們說in the show run 我們看l跟x 我們k固定好了 講到production function 剛開始我們都是想說 剛開始可能有increasing marginal return 邊際報酬地震 在短期的時候capital固定了 只有label在變 所以剛開始這個 邊際報酬地震 就是爬坡是抖坡 然後這個緩坡是這樣子 類似 這個樣子 這是f of l 然後我們的 因為有了這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畫出它的cost x 然後這是 它的成本長什麼樣子 是這樣子 這是show run的那個 或者不用寫show run 實際上就是total variable cost 你聽到variable cost 就是知道是短期的 這個線跟這個線 剛好是頂倒過來的 那這一段 對應的是這一段 L1 這是x1 這裡是convex 爬坡 就是抖坡 緩坡 那這裡的話是緩坡 這對應的就是x1在這裡 那這一段的話什麼 increasing marginal return 對不起 decreasing marginal return increasing marginal return 沒錯 decreasing marginal cost increasing MPP 但是這一段是 diminishing的 或是decreasing diminishing的 show run的 marginal cost 那這一段以後 叫做decreasing or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編劑報酬第幾 MPP of L 寫L 然後這一段之後 就是increasing的 show run的 marginal cost 好 我們講過了 短期的是看marginal 長期的看average 這是短期的 那從這裡我們畫 可以畫出來 show run的marginal cost 從這裡 我們得到show run的marginal cost 大概是類似這樣子 show run的marginal cost 長這個樣子 這一段對應的 這是x1 這是x1在這裡 這邊是編劑報酬递增 所以它有短期的編劑成本 短期的編劑成本 短期的編劑成本是递減的 編劑報酬递增 递減 短期的編劑成本递增 會有一個u字型的 甚至我們可以畫出它的平均成本 這樣一畫 就這邊是平均成本最低的點 在這裡 這假如是x2好了 這裡的話x2在這裡 在這個之前 還是這樣 這是show run的 或是abc 不用寫show run的 只要知道是variable cost 就知道是短期的 就不用寫show sr 所以abc是這樣子 我們畫出來都是u字型 有递減有递增 但是在長期 我們會到長期這邊來 長期的假如是homogeneous function homogeneous of degree k 這個function 它不會是u字型 它就是either直線 long run total cost 或者是水平的long run average cost 水平的long run marginal cost 要不然就是像這樣子 concave的递增 而是concave 是2的long run total cost 然後递減的long run average cost 然後衍生出 這個低於long run average cost 的long run marginal cost 那要不然就是 那個k大 k小於1的時候 long run total cost 實際上convex的 成本增加得很快 然後這個的話是 long run average cost 是一路就從地震了 然後long run的 marginal cost 一路都在它下頭 而且是地震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是這個樣子呢 有可能也是類似 這個平均成本曲線也是長個u字型的 有地減也有地震的情況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要看 我們homogeneous function一定沒有 或者是我們要這樣看 這條線你要我們剛剛講的 這條expansion path 切就是從角落裡要斜的切的時候 我看這條線直線的 要不然就是直線的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要不然就是一個 一個爬坡爬得很快的一條線 但是都是 一路都是爬坡爬得很快 要不然就是爬坡爬得很慢的 這個線 有沒有可能又 剛開始的時候 像這裡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是它的報酬 我們叫它報酬 剛開始的時候爬得很快 到後來爬得很慢的情況 也就是說這條斜的切的線 我這樣看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是顯身波 然後接下來緩身波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這樣 或許有 那這個東西我們 各位還記得的話 我們也提過homothetic homothetic function 就位式函數 位式函數是奇式函數的一個 單調轉換 我們知道奇式函數 homogeneous of degree k 的函數 plexing function 絕對不可能是u字型 像這樣子 它就是單一方向的 能不能用average cause 低減 要不然能用average cause 低增 要不然就是直線 水平的 不可能是混的 有低減有低增 但是假如這條線 我們把它扭曲一下 例如說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原來這條線是直線的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expansion path 你斜著切的時候是一條直線 這樣直直的線 你把這條線這樣抖一下 讓它能夠彎 就是做個轉換 剛開始的時候 你把它 不要拉那麼多 就是直線 剛開始往下拉一點 然後在尾巴的地方 往上拉一點 但是還是維持是遞增的 那就似乎就有可能 就造成這個 long long average cost的 成本曲線會形u字型 但是我為什麼說要這樣拉 就是我希望還是維持 在這條expansion path 還是一條直線 就是它的切點 還是維持說你一個L1K1 同樣比例去擴充這些點 都還是economic efficient expansion path 就是我被人先擔心說 我到底要用怎麼樣的比例 這個比例K1除L1 我不要先擔心這個 我所要擔心的是說 我到底要用多少幾倍的L1K1 來生產某一個特定的output 我們來畫一下那個 假如是衛生函數 homathetic 不大新function 好 好 我好 我好 banner 我好 好 是 好 我好